北京冬奥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才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会面 关系密切深化 双方还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新天然气协议 不过在近期的乌俄冲突中 中共却选择含糊带过保持中立 其中牵动着中共与乌克兰间的巨大利益 2013年时乌中签署协议 租用乌克兰近25万亩的农田50年来重粮养猪 合作备让路的计划就叫做 中国粮食安全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20年美中贸易白热化时 中国更成为乌克兰第二大粮食出口国 澳中关系恶化后 乌克兰的煤炭也取而代之 成为中国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 并且也是小麦的重要进口来源 同时乌克兰也是中共一带一路 倡议在欧洲的重要枢纽 不过在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区独立 并派兵进驻升高风险之际 中共也并未跟进西方的制裁声浪 而是在维护与乌俄之间的利益当中 选择沉默 新唐亚特电视唐杰整理报道 给�兰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